如果把崇祯皇帝换成朱元璋,就真的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吗? 前几天小编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有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崇祯皇帝太过刚毕自用也不能做到,宜人不用用人不宜,如果把崇祯皇帝换成朱元璋,就一定能够力挽狂来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 先不说历史不能假设就算能够假设过真,把崇祯皇帝换成朱元璋就真的,能够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吗? 崇祯皇帝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这在史学界是有定论的一般认为,如果他不是生在一个乱世期一定会适宜,各有为之君小编对崇祯皇帝也是极其推崇的不说别的就他固守威城, 最后掩面张调而死的骨气,就是一般帝王所无法相比的,特别是跟那些敌人环没看到就往成德和西安好的皇帝相比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说实话。 大明王朝的灭王崇祯帝有没有责任?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来看他有责任,但是站在他的那个位置,处在他的那个环境,还真不能说他就有什么错就拿。 杀元崇幻来说,如果你了解那段历史,你就会发现不管幻城是哪个地方,元崇幻都是必死无疑崇祯皇帝的错,不在于他的能力,而在于他生错了年代。 以明朝当时变入膏肓的形式,你不管换谁来大明王朝,都改变不了灭王的命运,很多人说崇祯皇帝做不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知道这句话在帝王眼里,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就算是被称为君臣楷模的刘,被和诸葛亮也做不到诸葛亮真正撑起蜀国,是在刘被死后,而中刘被一生,对诸葛亮都没有大用过。 很多人认为崇祯皇帝换朱元璋,就能改变大明命运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崇祯,皇帝的起点要比朱元璋好,但事实,称就如此吗? 不错朱元璋白手起甲崇,真皇帝再不济也是堂堂异国之君但问题,是此一时比一时崇祯皇帝等,积之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大明王朝,的恶极,是自家敬皇帝就积赶下来的。 早已积重难返再加上明末,又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年代大明,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如果你给崇祯十年的太平时间, 让他休养生息整顿整顿那还好说但也让一个内伤严重的病人直接上战场,就算他再怎么人高马大也无济于事,再来看看朱元璋朱元璋能成功其自身能力,自不用多说但原末天下大乱的大环境,也是其成功的必要因素,并且朱元璋作为一个创业者,他没有崇祯皇帝所灭,对的束缚和责任, 他可以着眼于当下一步一步来,而崇祯则不同他必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处理事物。 这就为崇祯广广帝帝带来很多的束缚和局限性俗话说,创业容易守夜难,崇祯和朱元璋本就不在同一个环境下。